各位观众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王世君老师 这期视频呢我给大家来讲 肖邦的这个华丽的原物曲 从上一次更新 大概已经是大半年之前了 在这里我非常的抱歉 因为到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 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州啊 有非常多的事情呢 最开始的时候是还需要去面对 尤其是像德州虽然是一个面积 非常大的一个州 但是其实几个主要的大城市呢 这个休斯顿啊达拉斯啊 其实离我是非常近 每个地方开车只要三个小时都能到 所以说从这个今年年初开始呢 就有特别多的活动啊 包括这个很多州内的比赛啊 会找我来当评审 因为你作为一个新的老师呢 你还没有太多的当地的学生 所以说可能相对来讲呢 是公正一点 因为他不想要这个 已经有很多学生的老师去当评审 那么我一个新来的人 所以说呢 就大概有一段 每个周末都要跑到外地去当评审 之后呢 又是毕业季 然后到了夏天呢 我又有其他的这个活动 所以说呢 拖了这么久才跟大家来更新啊 但是呢 我这个希望在新学期开始之后呢 能够有一个更频繁的一个更新的频率 好 上一次呢 正好是我的上一个视频呢 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弹的一场这个教师音乐会 那么这个教师音乐会呢 我最后一个上传的曲子呢 是我弹的这个原舞曲 所以说我今天呢 就应用非常多的同学在这个要求呢 来讲这个原舞曲 在讲这个原舞曲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说一个这个 我为什么要早上来讲这首曲子 因为有非常多的同学 我看过很多的毕业音乐会啊 或者是这个就是平时的这种演出 包括很多大师的这个音乐会 他都会去弹肖邦24首前奏曲 而且他一般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时间 恰恰是一个半场的时间 我有看过人就是上半场弹 我也看过非常多的这个音乐会呢 是下半场 这个作为一个结尾 因为最后一首的那个最后几个音呢 是一个挺辉煌的一个这种结尾 你说是这种悲壮还是什么 但是它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尾 那么24首前奏曲 当然有几首的这个技术是非常困难的 当然也有很多是这个技术上面 是没有太多的困难的 主要是音乐的表达上面 那么音乐表达上面最难的是什么呢 是你在一个半场的时间内 就是35分钟是40分钟这么一个时间内 你的情绪要有24次变化 因为每一首前奏曲它都有一个意境 它都有一个不同的心情 有一个状态 那么你怎么样在有的时候不到一分钟的情况下 你就得从一个状态变到另一个状态 这个是一个连一个演员 哪怕是话剧演员都不用去经历的 因为它总不至于说一分钟要变一个对吧 因为它除非它演孙悟空 但是孙悟空它又不会说连续变24次 那么那个是对于一个演奏甲非常困难 或者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练习的 那么我为什么说这个曲子 有跟这个前奏曲有联系呢 因为这个曲子对于一个原舞曲来讲 它里面的情绪变化也是非常的快 非常的频繁 而且幅度非常的大 它跟其他的原舞曲比 其实很多的原舞曲的 它这个曲式呢 是一个ABA的一个曲式 三段式或者是Ternary 或者是有很多那种Rounded Binary 这种两段式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荒快一点的 一个稍微深沉一点 然后这两个再回 但这个其实如果我们要细看的话 它里面的情绪的变化和丰富 是可以说所有原舞曲当中最显著的 哪怕我觉得它跟一些什么奏鸣曲 包括斜血曲来相比 它的这个情绪上面的表达 和包括我们需要的音色上面的变化 是要更丰富的 这个曲子的最开始呢 显而易见 因为这个标题是非常大的辉煌的原舞曲 所以它最开始这种胜利式的号角 应该所有人都会去对它是这么一种解释 但是最开始这是四小节 这个是一个从头到尾的这么一个分剧的一个方法 我之前有讲过舒伯特的记性曲 我觉得这些当然是浪漫派 但是这些对古典的曲式 还是非常尊重的这些作曲家当中 你说如果是它管它叫记性也好 随想也好 还是幻想也好 听上去就像是它是一拍脑门想出来的 但其实恰恰它这些都是曲式非常严谨的 就是舒伯特的再说它是记性 它也是四小节一组 或者是八小节一组 它都是方方正正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知道它四小节一组 为什么非常重要呢 因为就当这个本身的这个华尔兹这个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四个小节的建墙 而且它整个人都是一个建墙 其实就是一个音阶往上走 然后四小节以后 所以说相当于是 对吧 对吧 就是四小节往上 四小节往下 这是一个再前而易见不过的 而且它前面是健强 后面是健弱 是标好的 但是从下降的开始 肖邦有标它是弱的 所以说为什么标一个弱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是整个曲子 或者说整个这一小的句子的态度的一个变化 就是很开心 所以非常的对账 这一段一共十六小节 对吧 四乘以四 然后一句上一句下 一句上一句下 那么这个是可以说 你说是弱也好 它也不是那种说小心翼的 它也是在辉煌的背景下的一个对比 但是到了下一句 它还是四小节一组 但是它是非常的轻巧 它这个里面这个断音 是要轻巧的 那么这个曲子其中包括最开始它是有一个难点的 就是它是有个重复音 那么重复音的技术上我们需要注意的 是我们要知道每一个音在着陆的地方不能是一样的 我们不能在同一个点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是三二一对吧 但是一般来讲的最后这一个音的大指 不能在同一个点上落下去 要稍微往前一点 哪怕是稍微往后一点 但是一定不能是在同一个点 因为同一个点特别容易就怼在那儿出不来了 这地方也是 虽然是三二一三二一 但是我们要确保每一下落在的这个琴键都是在不同的位置上 但是我们说从这儿 这种比较辉煌的感觉突然之间到这儿变成了轻巧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它不是四加四吗 到这儿它这个第四句就是第二句的这个四小节一组 突然变成了一加一 而且小邦又写了一个弱 所以说这种纯一流的作曲家 它就其实标出来一个记号 它其实里面的这个背后的意思是非常非常多的 它为什么在这也加了 但是最开始也是加了一个弱 所以说我是一定是觉得它是有一个语气上的强调 而且 它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把它配词的话 它应该是一模一样的词 因为它本身这个音乐的上下的起伏和它里面的这个音程的这个组合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节奏也差不多 对吧 如果我们把它编成这个词语的话 基本也差不多 所以说这个很可能是同样的意思说两遍 但是同样的意思说两遍 它这个语气不能一样 你不能 它一定是 第二句可能稍微少一点 哪怕说第二句稍微多一点 或者 但是我们一定不能把它弹成是一样的 这个又是16小节之后马上又回到了 我们就把这个说成是它比较的ethical 就是比较的正义或者说比较的辉煌都可以 那么到了这个下一段呢 就是我们就基本上把这个当数学来好 就是16小节一段 16小节一段 那么到了下一段呢 是这儿 首先呢 它这个调性是变化的 从三个降号现在变成了五个降号 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说它辉煌吗 它并不是辉煌的 我不觉得这地方是辉煌的 因为辉煌的时候呢 小邦写的是一个墙 但是呢 这个地方呢 小邦写了一个中墙 这个也是用的恰到好处 首先呢 我们看这个旋律是这个 但是呢 它并不是一个单旋律 它是有一个双音的一个旋律 也就是说它不是独唱 它是一个合唱 两个人的二重唱 但是呢 它那第二个人呢 跟它完全都是这种平行的 那么我们知道 因为理论上面讲平行的 就两种可能 一种是平行三度 一种是平行六度 而且其实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 因为Do Mi是三度 Mi Do是六度 其实就是两个音 是一回事 所以说你把它翻过来 它就是平行六度 那么其实也就是平行三度 这么一种可能 那么往往在 这个平行的三度 或者六度的时候呢 是作曲家想要表达 这个音乐更温暖 或者说更抒情 或者说更深情 是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说它这个Metal Forte 这个中强用的就恰到好处 因为它不是那种强有力的 它是那种有温存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这个触键就得有变化 因为我们得多需要用我们的腕子和歌的重量 然后这个呢 我一直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搞笑来的 它不是一个 它不是 它不是这种感觉 而是呢 它在提醒着这个抒情的这个人 说我们这原舞曲还在进行呢 对吧 它你不能只玩你这个抒情的东西 这不是一个叙事曲 这也不是一个夜曲 对吧 然后这个三度变成了六度 然后到这呢 其实变成了三个 或者哪怕是四个 除了 这个有个中声部 还有一个左手 对吧 所以说这些的和声上面的走向 都不是巧合 它一定是肖邦特别想要去 这个把它表现出来的 所以说呢 这个曲子有非常多的重复 对吧 有这个所谓第一房子 第二房子 所以说当大家演奏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说在重复的时候 把另一个声部给提高出来 或者把它给突出出来 那么第一次呢 当然我们说第一次要吃什么东西 吃一个原味的 对吧 第二次我再吃一个带不同的酱料的 或者是带不同的口味的 那么第一次我们想弹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说 那么第二次可以 哪怕是这样 它一定是比每一次都是一样的要好 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我不一定非得要突出我这个终生部 那么你如果说我就选 我只是想要突出上面的 其实也是可以有变化 因为音乐这个东西呢 我其实一直在跟我的学生们讲 我也一直在跟我的同行们在聊这个事情 就是说一个作曲家把他的想法写在了纸上 他一定是会存非常多的遗憾的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是他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了 对吧 我们不能说我弹肖邦 肖邦写的弱 我非弹强 那这也太拧巴了 对吧 或者说这也是不对的 但是呢 你说肖邦自己想不想说 我今天就是想要觉得这块应该强的 一定的 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是永远不停的在变换 我们总有新的想法 我们总有新的表达方式 对吧 你就不可能说一个人18岁和一个人48岁了 他这个想法是一点不变的 可是作曲家也要成长 所以说他这个情绪其实也是一样的 这个我来到了美国之后 我就是发现西方人对于这个天气 对他的这个心情的影响非常的大 太阳有太阳出来的时候 和这个一天都是音语 或者哪怕联系好几星期都是音语 他这个人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就不相信说肖邦在做这个曲子的时候 和他五年之后十年之后弹这个曲子的时候 这个完全就是一模一样的弹法 我是觉得是一定不会是这样 那么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弄这个变化呢 这个我们可以说有的时候弹的稍微热忱一点 我们说可以有的时候弹的就是英文有一个 其实也不是英文是法文 就是nonchalant 就是让你觉得这个事儿就在无所谓 对吧 都是可以的 或者哪怕我这个做成这样 我那个做成别的样 同样一句台词 一百个人有一百种方式来说 或者说让一个人来重复两三遍 他也必须得一个做一个好演员 用不同的语气来去叙述同样一个台词 好吧 我今天先讲到这儿 下个星期把这首曲子讲完 希望回到正常的非常频繁的更新的节奏 谢谢大家